他生氣之後怎麼樣 他會把摩托車舉起來 你希望你這樣 這樣是可以發現你心中的怒火 還是你在練身體 我想就是 這是應該發洩啦 什麼啦 這樣好了 今天這個沙發你舉起來 舉起來給我們看 沙發你舉得起來嗎 我舉你好了 好 來 等一下他又已經砸車子了啦 你不要動他 舉哥你不要摔喔 太簡單了 這樣子啦 好 再反轉 好 再反轉 等一下 等一下 扭一下 厲害… 男人一定要雄壯威武 那雄壯威武對你們來講的 定義是什麼 男人的雄壯威武 應該是要蠻有肩膀的 我覺得要蠻有肩膀 有責任性 對 有責任感 對…不管是 對自己的事業啊 對朋友啊 對家庭都要蠻有責任感 我覺得這是我個人認為 男人很雄壯威武的地方 那新聞 新聞整個就是一個雄壯威武的人 沒有 我覺得雄壯威武 對 就要吃滿哥 哈哈哈哈 如果 如果你需要的話 打電話給我 熊吃一下就要了 欸… 男人當然要有肩膀 要有責任感 但是我覺得就是 朋友之間的啊 總會互相影響啊 對不對 那影響的大小就是你 其實就是你肩膀的大小 是… 因為一個男人在外面 他為了事業 也為了家庭 所以很多時候真的是有抉擇 其實我們這次新聞很久了 很久了 那他一直在練身體 對… 那你… 他的練身體已經到達走火入魔的境界了 怎麼說 甚至於我們在拍戲有沒有 大家拍戲 因為我們都在當兵嘛 調出來拍戲 那時候大家就覺得很涼啊 這個人突然有一天找我旁邊 欸… 因為他演班長都手槍啊 什麼… 我的衣服什麼都疊好囉 他還疊好 他真的很怪那個人 小康你幫我看著 我說欸… 你要去哪裡 你不懂啊 我們陸戰隊的 好像一人跑五千 跑完一身汗全是溼了 然後導演一看 李星文我怎麼拍 你怎麼會搞得自己這樣子 其實拍軍機要片 就是要這樣滿身汗 那樣才像 對不對 對啦 他有一次 我們住古關 好幾次啊 最後半夜被警察帶回飯店 對… 就害了小哥 害了我喝了好幾天 這就是義氣啊 對… 他有跟我講過這個故事 從小我們就 其實我們就是 真的很義氣 真的 那個時候就是義氣 不是 其實我覺得 被警察抓到 我們講過還不夠好笑 你記得有一次他遇到鬼 我們兩個在房間喝森榮 在台東 幸福那毛病又來了 看我們 我們兩個住一間 他住隔壁 他看我 想要什麼 你們要喝酒 我跟你講 我出去跑步 就走了 他還哭了 他還半個多小時回來 臉發白 你在幹嘛 我剛剛跑跑跑 跑到那個什麼… 什麼森林隧道裡面 就聽到腳步聲跟著我 越來越快 越來越近 我就趕快跑回來 好險 其實那時候是有這個傳說 台東啊 台東的時候 有這個傳說啊 是在一個隧道裡面嗎 對… 不是… 不是… 它是那個林蔭大道 感覺就像進入一個隧道 台東很有名 就是那個梧桐樹那邊 那整條路 你晚上看 幾乎是黑的 白天看都陰陰涼涼的這樣 他大哥跑去那邊跑 你知道那邊離我們飯店多遠 15公里以上 15公里 那可以跑到那麼遠的地方 來回要大概2、30 還嚇到這樣跑回來這樣 你看 跑回來更誇張 我以前就很喜歡運動 我覺得我們拍那種軍教片 一定要雄壯威武 對… 這是責任 古關那個事 古關那事是為什麼 再給大家回憶一下 有一天新聞運動細胞又發瘋 對 又手進來 那時候我們三個睡一間 他說 我又跑步了 是…陸戰隊 對不起 他就去了 然後我們兩個還是一樣生融 然後過一會兒就他回來了 臉色又發白了 又來了 不是… 我的身分證了 我的身分證你嗎 我幹嘛 老夫幹嘛要拿身分證 對 你聽我講 小康小 你先下去幫我圍 幫我圍 圍死嗎 沒有… 你先下去 警察把我抓回來 我趕快把他去了 我一下 我電梯一開 那個警察已經在笑了 對… 不起什麼事 沒有啦 你也勸勸他嘛 對不對 你看古關這個 中橫公路對不對 萬一晚上突然有一個 蒙面 蒙面 一手拿一塊大石頭 在跑步 加碰 上半身被穿衣服 對 上半身螺螺的 褲子是紅色 海軍陸戰隊的紅色 對 然後白色挖人鞋 對… 然後那個蒙面 那個面是什麼 金門戰衛兵 冬天那個露兩個眼睛的 對… 特勤組的啦 是… 拉著 只有兩個眼睛 對… 但是中橫這樣跑 就會被警察削回來 你回來 其實我跟你講 那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真的很正常 因為天氣其實已經10度以下了 然後你們那時候在拍嘛對不對 對啊 我比較早收工啊 我想去探班 大概隔10幾公里嘛 看看你跑去啊 跑去啊 要不要幹嘛 沒事嘛 跑去那邊探班 拍一拍再回來 天氣很冷嘛 我會帶那個是很正常的 可是你為什麼要赤裸上山 然後帶頭呢 沒有赤裸上山 後來比較熱 好熱的 好熱的 我跟你講 那山裡面根本沒有人 那我撿石頭是 那石頭好漂亮啊 我都撿回去當正使用的 其實是很單純的事情 就被渲染成 好像遇到什麼狀況 其實講到這個 新聞其實是個很愛心的人 他很有愛心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台東拍戲 我們住在那個國軍英雄館 那每一間都有冷氣嘛 那本來都是兩個人睡一間 最後呢 新聞就一個人睡一間 因為沒有人跟他睡 因為那時候我們拍的時候是 六、五月、七月嘛 很熱 最熱的時候 他不開冷氣 你為什麼不開冷氣呢 對啊 這就是為什麼 所以我們開房間 我 新聞你房間那麼熱 你是瘋啦 我也不開冷氣 沒有 小看你來看 我這個冷氣上面有個鳥窩 我開了冷氣 他們是不是要熱死 所以我就不開冷氣了 汪同學 現在你應該跟他拍戲 他還有這種一些比較 奇奇怪怪的事情嗎 有啊 有啊 說兩個人來聽聽的 這跟他吐槽啦 不是吐槽 我真的要很尊敬他 他常常跟我講有一次 我們不是有那種真北平 不是有那種什麼石頭很熱 然後蝦子活著丟進去 蓋著蓋住 然後就可以吃了啊 很甜美啊這樣子 他就跟我講過一個故事說 你要吃這種東西你要知道 他有可能是你前幾次的 親戚朋友 完了 我之前聽他那麼說 我看到那些蝦子我不敢吃啊 他有可能是我兄弟姐妹 也可能我是個好朋友 我真的真的不敢吃 就因為他那一句話 到現在我從來不敢碰 要放那一下辦告別式 還有啊 他突然 搭死一隻蚊子 他開始唸往生咒 沒有啦 只要講翁 翁咖啡啦 對 新聞是一個很虔誠的一個性子 那我們剛剛講到雄壯威武 哇塞 新聞雄壯威武 沒有 他生氣了 他生氣之後怎麼樣 他把摩托車舉起來 你是不是這樣 這樣是可以發現你心中的怒火 還是你在練身體 我想就是 這是應該發洩啦 發洩 發洩 因為 眼前只有這個 喔 喔 那不然如果是人的話 你小心一點 對 因為有的發洩是在當下 對 他不可能我要 我生氣 等一下我坐到高雄去發洩 對 他當下摩托車 對不對 他現在好很多 還好很多 有一次我們在拍一場戲 差不多拍了差不多一個禮拜 一場戲喔 就小南國那裡 對 然後那一鍋菜 一桌的菜 可能拍了三天 五天的 還是在那一鍋 還在燒 然後後來就 大家喊收工的時候 或是休息的時候 他有一次我看到他一個人就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去去去去 為什麼要休息 他一直都不趕快拍完 我 我已經熬夜熬好多了 我聽了 你們為什麼還 這麼要放縱自己 然後為什麼不認真一點 到底不要休息 就不要放縱一點 然後他是那種 很想要把它做好 然後他一個人就在那邊悶 然後他都不敢講話 也不想講話 也不敢跟大家大聲 因為大家也很辛苦 他也知道 然後他就看到在深呼吸 上一次你那個 你那個舉摩托車起來的時候 你是為什麼是氣成這樣 你還記得嗎 就是一股 就是一股要發現力量 好 好 這樣好了 今天這個沙發你舉起來 好 你舉起來跟我們看 好 沙發你舉得起來嗎 我舉你好了 好 來 等一下他又一砸車子了 你不要動他 舉個你不要摔喔 太簡單了 這樣子 好 再反轉 好 再反轉 等一下 好 再反轉 等一下 扭一下 厲害... 8 4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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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